外交部长吴钊燮举行记者会宣布 即日起正是与太平洋友邦吉里巴斯断交 至于断交原因吴钊燮指出 是因为吉里巴斯总统马茂 向我国索取高额原赠民航客机 我国提议用商业贷款被拒绝 而中国大陆已经承诺要提供赠款 最新的消息我们连线给记者邵玉明 我们带你来关注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在今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 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召开记者会 宣布我们现在跟南太平洋的友邦吉里巴斯断交了 因为在今天的时候接到了 吉国方面通知要与我们断交 所以这一次是五天来断交的第二个国家 也是蔡政府上任以来 已经断的是第七国了 而吴钊燮自己在今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是强力的来谴责大陆 另外一方面也说 因为吉里巴斯他们就是来向我们虚所无度 所以才会造成这一次断交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记者会开完的时候 目前这个国旗是都还没有将它撤下来 一方面传说是因为媒体都在现场 外交部不愿意让大家拍摄到这个撤旗的画面 近期马茂总统更承向我所求高额证款 以购买民航客机 我们虽然愿意协助吉国发展 家会人民的民生建设 但是由于原政盈利用途的商用民航机 并不符合我国国际合作发展法的立法精神 政府在考量我国的财政能力后 建议以优惠商业贷款的方式协助 但是不为吉国所接受 上次是一样的 就是作为一个政务官 我必须要为我的政治责任 负起这个必要的责任 我的态度非常清楚 而且我也不会回避 蔡英文上任三年多来 现在已经是断交了七个国家了 那至于这个吴钊燮的政治责任 他说他们一样是不会来回避的 不过今天再一度的 有可能因为又这样子 而被引起了在外交方面上面 是不是会造成骨牌效应 吴钊燮是说 既然目前亚太地区的四个友邦 目前都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以上是我们在外交部掌握的最新 时间交给棚内 再来回顾 这一次跟吉利巴斯闪电断交 在过程当中 外交部一再地强调 一切都在掌握当中 还透过多方管道 持续跟对方沟通 不过最后还是留不住 外交部在中午紧急召开记者会 而这也是第九 90个小时当中 第二个断交的国家 外交部长吴钊燮 一年七个月的任期 累计已经丢了五个邦交国 而蔡总统任内也丢了七个 目前我国只剩下15个邦交国 有邦吉利巴斯去年七月 新任大使抵台成帝到任国书 蔡总统亲自接见 双方在府内相谈圣欢 但今年三月海洋民主之旅 访问太平洋有邦 原本排列的吉利巴斯 突然取消被跳过 当时就引发质疑 没想到事隔半年 果然邦宜申辩 即将与大陆建交 不是第一线外交人员的问题 他们非常的努力 可是当你的政策错误的时候 就有可能让第一线外交人员辛苦 或者辛劳的努力 付足流水 其实早在03年 吉利巴斯与我国建交时 就试图采取双重承认做法 最后是大陆先宣布断交 13年后两国又搭起桥梁 除了吉利巴斯 传出本周可能断交外 仅剩了16个友邦 土阿鲁友台总理 因为选举下台 新政权也传出警讯 一旦申辩三天丢两国 就怕出现骨牌效应 原本应该到立院被巡的 外交部长吴昭谢临时请假 任内已经丢了四个邦交国 难道还有须急 我们不希望 有骨牌效应的情形发生 我们也表示 太在意的角色 那种态度 大陆就更乐于 乐于帮我们搞断交 所以应该摆出 那个I don't care的态度 最近有许多不同的讯息 外交部都有掌握 我们客政透过多方的管道 持续的与吉利巴斯方面 进行沟通中 面对同样的外交难关 国民党政府能够挺住 民进党政府不能只是把责任 推给大陆执政官员 却无一人负责 既然您家会 王志文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请内供应